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私讯别人聊天 不许大家不要受骗 没想要贴文发出不久后 就有几位工作人员告知 骗子也曾联系过他们 而他们都是男性 包括发型师 摄影师等人 让Yuli杀眼珠乎 连她自己都没有 这几位工作人员的通讯软体账号 为什么骗子会有 而工作人员则透露 骗子目前只是纯聊天 虽然不懂对方这么做的用意 但幸好没有被骗到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